大小姐見到林晚榮一番說話 嘩 嚇到她情緒連來即時面色蒼白 幾乎說話都說不出來 她不敢陰陰嘴笑一笑 偷偷地 細細聲地跟她說 你啊 本來簡簡單單一件事 但是你說出來的那些理由呢 嘩 真是聽得嚇到人了 大小姐 我不是靠嚇的 官場之中 那些手段 比我剛才那番話 厲害一千倍 一萬倍都有 就拿今天這件事來講 在我們眼中 就是程大公子 無故進來我們家裡捉人 似乎是一件小事 但是 只要落在右心人眼裡面 她一定會像我剛才說的那樣 將這件事無限擴大 甚至上升到國家民族的高度 這麼搞的 日本就接遞上去 即時可以將這件事 說成什麼 狮自調兵 干涉潮政 妙視王拳 哇 幾條加在一起 你猜皇帝看到會怎樣呢 我告訴你啊 皇帝看到彈劾人家的奏哲 大多數都是這樣來的而已嘛 所以 這個世界 哎呀 有時 騙個皇帝 真是很容易的 哼 你還說人家是老狐狸 我看你就是一隻不折不扣的小狐狸 你如果是騙皇帝 哪個有人給得到你呢 蕭玉若說這番話的時候 神態呢 就好像微微有點憂憂的 又微微 又有點嬌微的樣子 哎呀 看你這個林曼榮的心 就乖乖一聲一跳 你說我是小狐狸 那樣 大小姐呢 肯定是隻小狐狸精了 你看什麼呢 你 你不要經常看着我啦 哎呀 你不怕人家看到的嗎 嘿嘿嘿 大小姐 你說我騙皇帝嗎 皇帝有什麼好騙呀 騙幾個公主非分 那就差不多 啊 你這個人啊 認真下流啊 你不要知道我再跟你聊天 哎呀,这个大小姐 反面发得这么快 林晚荣吓吓一笑 跟大小姐开几句还笑 认真过瘾 这边情绪连终尴尬站在那树 走又不是,流又不是 豈有此理,你这个小伙子还不走 难道你还想我在这里请你吃饭 林晚荣刚刚想叫他情绪连拉斯隔路 忽然之间听到府门之外 挪鼓圈天,人声鼎吠 一个家丁走入来 满面又惊又起的神识 大声呼叫 哎呀,大小姐,三哥,大喜,大喜呀 萧若若刚才呢 就被林晚荣惊得生气的 现在的面色才正常点的 谁知一听到家丁说 大小姐,三哥,大喜,大喜呀 哎呀,当堂就丑到面都红了 你这个奴才呀,不敢说话而已 谁跟他大喜呀 林晚荣听到你也有点尴尬 什么大喜呀 大喜的时间都没到 哎呀,不是呀,三哥,天大喜事呀 府运大人,总督大人 联合和我们萧家送便呀 送什么便呀 林晚荣一定忍不住 一脚就兜到屁股上面 送什么便呀 跟我讲清楚点 是送便 硬,是不是呀 是,是,是,是送便 硬,送便 硬啊 萧若若听到有点奇怪了 他望了林晚荣一眼 似乎问他又似乎自言自语的嘛 侯大人和洛大人 为我们送便硬 这是什么原因呀 哎呀,有人不想跟我聊天 那我即使知道 都不能告诉他 萧若若哼了声 还没回答他 只见院子里面古恶齐名 一行人马走进来 总督府那边 行头的就是洛敏的师爷 食为先开业的时候 就已经送个扁硬来的了 在他旁边站住的 还有洛远这个总督公子 正是萧奇奇地 向大小姐和林晚荣打招呼 金陵虎运那边 带头的是桃圆营 身后带了一群公差 有几个望来都不知道几眼熟 哦,原来那天出发到杭州的时候 他们不是和桃圆营一起 和自己打个交的吗 今天竟然主动上门了 咦 啊 这个桃妹妹又怎么会来了呢 昨天已经将说话讲清楚了 今天又来做什么呀 林晚荣都没想完 就只听了萧玉玉说 阮营妹 究竟什么回事呀 玉玉姐姐你不要问住先呀 准备折扁额啦 这件金陵虎牙 总督虎牙 各有几个人 抬着一块扁颜 用红丑包住 都不知道里面是写着什么 萧玉玉又不想和林晚荣说话 望出他一眼 指指他又指指自己 意思就是说 叫林晚荣就揭金陵虎牙的扁颜 然后自己就揭中督虎的扁颜 哎呀 大小姐还跟我打手语 哎呀 算呀算呀 不跟你计较那么多了 于是 林晚荣和萧玉玉一起 萧玉玉呢 就是揭总督虎的扁颜 林晚荣就是揭金陵虎牙的扁颜 两个人同时拉开红丑 两块扁颜 八个唐金大志 就即时涌入众人眼前 中直诚信 致勇相喘 哎呀 敢来赞我 这么好意思呀 林晚荣明白 这个呢 又是洛敏这个老狐狸出的一着妙招 知道这个程德和程碎莲 肯定会再起风波的了 于是索性就联了 金陵虎牙 一起为萧家这件事 落分个结论 你程碎莲说人家昨天罪中斗勾 但是现在总督大人和傅吻大人都联合说是 萧家 昨晚这件事呢 是属于奋力智慧的英勇抗顶 两个地方官都这么说 你程公子 一个军头的儿子而已 凭什么说人家最重斗勾 哎呀 这样一来 程碎莲更加显得尴尬 觉得今天来这里真是大错特错 偏偏这个时候 众人呢 一齐都望着他 他都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站在那里 立声不出 行又不是 又站又不是 坐又觉得不妥 落远这阵子呢 才扮到刚刚 看到程碎莲的样子 特意好像吃了惊 哎呀 喂喂喂 这位不是碎莲卿吗 哎呀 什么是这书呀 哦 我知道了 原来碎莲卿 都来恭喜萧家 那边林晚荣就说 哦 当然不是了 程公子今天呢 是专程来造反的 不是不是 不是 程碎莲被林晚荣这句话 吓得周身冷汗都飙了 不是 林三听错了 我是来造访的 是来造访 哦 乐远笑着说 来造访啊 哎呀 随言兄 什么时候跟萧家有交情啊 小弟 还是第一次听到而已 林晚荣笑着笑 本来没有的 不过今天一来 那就有交情了 你说是不是啊 程公子 这样的情形之下 程碎莲说的什么都好呢 猛烟丫头 是 林晚荣笑着说 我和程公子是老友记来的了 以前在妙玉坊一起喝过花酒的 他今天来都没什么大事 就是手头紧那些 所以想借钱来洗而已 是不是啊 程公子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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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手头紧 我就上来和林兄借些银两 现在银两借到了 在下不变久留 我 我告辞了 我告辞了 告辞了 哎呀 程兄 哎呀 程兄 哈哈哈哈 何必这么客气呢 我们一起喝过花酒的 哎呀 这样就不用这么见外乐 再说啊 你借了这五万两银 我都是做个担保的 但是你是向我们大小姐借的 应该多谢 也多谢大小姐才对的嘛 啊 五万两银 哗 一听到这句说话 在场所有人都倒吸口冷气 哇 是 这笔数是不少的嘛 烧家卖的香水这么好赚 可能卖成几个月 那些利润差不多是这个数目的 哎呀 喂 这个程公子忽然间走来 问萧大小姐借这么多银 做什么呢 喂 再说了 五万两嘛 你猜五十两五百两啊 什么萧大小姐这么疏爽 肯借给他 有些聪明人 已经看出其中警惯了 听到林万榮一开口 就决自己要借了五万两 程碎年真的大惊失息了 你乱 我乱 我乱什么呀 乱急啊 哦 是啊 真的乱急 原来 程公子 他不是来做 借钱的 林万榮 特地把房子 反的字 说得模糊不清 其他人呢 就以为他一时 盖着你而已 情绪 连一听 就真的步步惊心 喂 喂 人家这样 那起码是那时 周身矮 再加上自己狮子调动兵马 让他将这件事 再参翻几道 就接 就上皇上那里 哎呀 到时连我爹都不行 想到这里 程碎年虽然气得几乎双眼都要飙火 但是还怎么敢反抗呢 他压低八仙 小小声地对着林万榮说 林三 你这只是想吵诈我而已 吵诈 喂 什么这么说法啊 程公子 我怎么敢逼程大公子你呢 你今天不是专程要来做饭的吗 喂 喂 这些要千刀万刮灭狗族的事 你都敢做 我怎么敢敲诈你呀 你 你 程碎年生气得几乎要扑上去 咬死林万榮那样 但是 他知道 这个时候哪轮得到自己发火啊 他早咬牙齿齿的嘛 好 既然是这样 程某多谢大小姐 你五万两银 我一定会及时归还的 说完之后 都不等人家答话 就匆匆忙忙 带着那些手下 准备出门而去 林万榮走前两步 自住他去 说 喂喂喂 米子米子 哎呀 程公子 做什么走得这么急呢 还有什么事 程公子 不是我说你呀 做人有时呢 哎呀 那要识做些才是的 喂 五万两银呗 都不是小数目来的 我们大小姐这么疏爽地借了给你 你是不是敢移 都要写个借句呀 是不是 虽然我们大小姐 够疏爽不计较 但是 我们自己男人了 是不是应该自觉一点点呢 哎呀 他情绪连生气得 几乎吠都要炸歪 那几乎 你敲罩我五万两 还要一个舍借句 喂 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天理的 但是 自己还有把柄 插在人家的手里面的 今天这件事搞到这样的田地 哎 那这个底不试都不行了 好 第二天才找你来计数 想到这里 他乱声不出 即时请人拿筆墨来 几筆就写下这句 签字画押之后 这样才转身就忽就而去 林满永就拿着一张字句 看完又看 嘿嘿 他心都不知道多么疏爽 萧玉玥走过来说 你这个人呢 都只挥是大人的公子 都敢敲诈 你不怕他报复啊 哎呀 大小姐 你现在又跟我聊天了吗 哎呀 那好 放心了 放心了 你这个傻子 哎呀 大小姐 那你不信我也不行 老实跟你说 这个情德呢 一早就想着跟他们作对 今天情绪连上门 恐怕 只是个开始而已 你既然知道是这样了 那还要招惹他 大小姐 什么你这样都不明白 这帮人 早就已经将他们当成仇顶 我就算不招惹他 他可以放过我们吗 现在萧家 已经成为了他们肉中刺 眼中钉 一定要随之而后快的了 哎 我们萧家真的艰难了 本来我们平平安安地自己做生意 怎么会招惹了那些那么厉害的人民呢 正所以木兽于林 风必吹之 我们现在香水香简 那些生意做得那么厉害 他们那么眼红 拉拢不了 那就只有将我们摧毁了 反正大家都细成水火 与其整日地被他整来整去 倒不如 先下手为强 我就可以整下他们了 林满荣心想 现在徐蔚又带着两省兵马在处 要剿灭百年狡 洛文恐怕很快 也都要到程德触手 那自己又有没有很害怕这只子老虎呢 他抖一抖手里面的借据 有这张借据 过了几天 我就叫四德大人上门去和你拿钱 如果你不给 我就去府台那里激古鸣鸣 我想 洛文那只老狐狸 最喜欢看这场戏的了 搞到满城风雨 金铃城的人尽皆知 这样 那个情德不仅没面子 还有多些把柄 被洛文捉住了 萧若若叫人挂起两块扁眼 得到官府家长 萧家众人喜笑颜开 尤其那晚 跟着三哥 一起出去打架的那帮家丁 不单止打了一场这么爽的交 又得到府运大人 总督大人 亲自扁眼 嘿嘿 简直是天大荣耀啊 等到送走了洛苑和桃苑营 萧若若有点累了 刚刚要回去休息 林满苑也要离开 忽然间 厅外边 有两个人走进来 前面一个 摸着自己下巴的胡桑 远远向他笑着说 小兄弟 别来无恙啊嘛 林满苑一见到这个人 哎呀 当堂心中带起 好了好了 来了来了 大事终于来了 嘿嘿 晴德 这魂我看你还销装得到几时 徐大人 哎呀 你终于来了 我好挂着你啊 一边说 林满苑一边冲上前去 热烈地拥抱着徐毁 这些西洋礼节 在大华根本未见识过 徐毁虽然欣赏林满苑 但是也很不习惯 那男人是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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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林晚宏的普拳说 高大哥 别来无恙 高游和他老关系落 多谢林公子关照 这几日跟着徐大人 一切都还算几好 林晚宏将他们两个人 迎入大艇 等他们坐下之后 自己也都坐在他们身边 双倍 他真的将自己当主人 大家坐下之后 徐卫问那两块扁眼是什么回事 林晚宏于是将昨晚 和刚才发生的刺情 简单讲了一次 徐卫听完大笑几声 原来是这样 连程德都衰在小兄弟手里 这运他都算冤枉了 徐大人 你今天专程来找我的吗 没错 只是专门来找小兄弟你 顺便 都想探一下一个多年未见的 故友郭小姐 哦 原来你想见夫人 怎么不早点说呢 我马上去品告夫人先 徐卫就拦着他 他说 不用努烦小兄弟了 刚才门房已经去通报 如果不是 我们哪会进到大厅 和小兄弟坐下喝茶呢 那倒是 没通报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呢 林满宁笑一笑 突然间 门外传来一阵 还配声响 一阵轻巧而急速的步伐 传入众人的耳朵里面 跟着 就是听到小夫人 欣喜的声音说 文长先生 文长先生在哪里 大厅里面三个人立刻站起 郭小姐 徐某在书 小夫人急急地走进来 一见到徐卫 面上的神色一阵欣喜 徐先生 果然是徐先生嫁到 小女子郭君仪 见过徐先生呀